现在我们来讲一讲 就是在选屋顶的时候 很多客人就是屋主 比较容易犯了两个错误 一个是他们会觉得 越贵的屋顶一定是越好的 或者是寿命会越长的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误区 因为价格它贵 它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材料本身贵 但是贵的材料 它并不是一定会很防水 或者是寿命很长 这个要看具体的 就是用在你这个房子上面 因为每一个房子 它的斜度也不一样 它的结构也不一样 用什么样的屋顶 有的时候可以用在那个房子上面 但不一定能够用在你这个房子上面 还有在另外一个房子上面 很漂亮的屋顶 不一定在你的房子上面很漂亮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 不能就是光去选最贵的材料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误区 第二个呢 就是在客人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找了几家公司 装修公司 装屋顶的公司 然后拿了几个报价 选一个最便宜的报价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这个装修跟那个买车不一样 今天你去车行买一辆车 那么不管是这个车行还是那个车行 它生产出来的车都是同一家厂家生产的 可是安装屋顶 它就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功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家公司的安装的步骤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一个屋顶 长久的使用的话 不是说光选那个材料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房子 他那个客人打电话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看了那个房子 他说这个房子 他刚换了屋顶没多久 这个屋顶应该可以用四五十年的 结果呢 才没几年就出现问题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那种很小的漏 它不是大漏 大漏的话呢 你马上就会发现的 像那种隐藏式的漏的话 它最容易造成那个发霉 或者是长虫 所以这一点就是那个工艺的特别重要 所以安装的工艺跟那个安装的步骤 就是造成那个屋顶的寿命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不是说去找一个最便宜的公司 因为往往最便宜的公司 它不是说光这个偷工减料 它其实是在工人的那个素质的培训方面 或者是它在那个做的步骤方面 还有是在就是在监管方面 都是在某些方面都是欠缺的 所以它才能做到在价格方面最便宜 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性价比 所以客人要在找一个最后决定 要选哪一家公司之前 一定要做好足够的研究 就是要去看看这家公司 以前做过的这些客户的 已经安装好的那些屋顶 使自己可以去看 也可以上网去搜索 也可以去调查一下 这些这个公司的背景 然后最后才做出名字的决定 这些东西的决定